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这天不巧的是什么呢 他沿着河堤啊 骑着摩托车骑了没多大一会儿 车子突然就抛锚了 哎呦这骑不了了怎么办呢 推着走吧 刚走了这么几步 就发现远处草丛里啊 趴着一个人 衣衫不整就趴在地上 这要是摩托车没坏 呃一下就过去了 他也见不着 那么他走的稍微近点 这么一看倒在草丛里的呢 是一个女人在那儿 是一动不动的趴着 老傅啊就感觉 哎呦出事了 这个女的这脸色不对呀 老傅说呀 当时这个女人的脸色 紫的就跟那紫茄子似的 于是呢 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案之后 博州市公安局 乔城分局的民警 迅速赶到了现场 到现场这么一看 这个女人呢 早就死了 从直观上来看 这具尸体呢 没有明显的外伤 周围也没有任何的血迹 看上去 不像是死于他杀 有人就说了 哎呦 是不是喝多了趴在这儿 结果冻死了呀 还是怎么着呀 或者是不是谁家的精神病患者 走丢了死在这儿了呀 可再看看周围的环境吧 似乎也不是 为什么呢 尸体啊 距离河堤 有五六米远 即使是人突然醉倒了 或者晕倒了 你不可能滚落到这么远的位置 这个河堤呢 有一条小路 特别的窄 来往的车辆啊 也挺多的 警方初步怀疑 这是一起交通事故 被车给撞了 可是经过勘察 民警并没有在路面上 发现什么散落物 甚至连死者的随身物品 都没发现 一般的女同志出现 你最起码不得带个包吗 是吧 实在不行 你不得有个手机 有串钥匙什么的吗 但是啊 这个女人身上 什么也没有 甚至连鞋子都没有 呸 最让民警注意的 就是这具尸体的双脚 俩脚丫啊 是光着的 没穿鞋 也没穿袜子 哎呦 难道真是个精神病患者 或者是流浪者 啊 实荒 实荒的 可是前一天晚上 博州下了一宿的雨 这河堤上呢 又是土路 假如他光着脚行走 那么你这脚上啊 肯定到处都是泥点子 肯定脏的都不行了 可是这具尸体的脚底板一点泥土都没有 特别的干净明显的不是自己走到这地方来的 那不是他自己来的是肯定有人把他拉过来 难道这是命案的抛尸现场吗 经过法医的初步检查 发现死者的颈部就脖子这儿 有那么一道特别细的勒痕 这个人呢 应该是被人用绳索之类的物体勒紧了 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的 也就是说 这不是什么意外死亡事件 而是命案 可是这警方碰上的还是命案里最难侦破的杀人抛尸案件 抛尸案件我们之前讲过很多 对吧 通常第一步是干什么呢 得找到师员 你不知道这人是谁的话 你就不知道他的社会关系 你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就不知道到底谁可能杀害了他 可是死者身上没有能证明他身份的物品呢 到了现场之后啊 警方赶紧的做走访 问周边的老百姓啊 这人是谁啊 你们见过吗 认识吗 大伙都说不认识 没见过 但是在走访过程之中 有一个村民跟民警反应 哎呀 就昨天吧 我碰见一个陌生的男的 到村子里边找人 他找的很可能就是这女的 这个村民说呀 这个男的过来就问啊 就是来找个女的 四十多岁胖胖的 穿着一条紫色蓝色的 或者是绿色的裤子 也化妆 哎 这个线索的出现 让民警非常吃惊 对上了呀 四十来岁 身材胖乎乎的啊 难道这陌生男子要找的就是本案的死者吗 这个男的前一天还在村子里边找人呢 第二天这就发生了命案 这也太巧合了吧 后来呀 经过警方调查 发现这个男的不仅到这个村子里边找 在附近的几个村子呀都找过 侦察员反映出这个线索之后 当时专案组别提多兴奋了 据村民回忆说呀 当时这男的呢 说自己是这个女人的亲人 急着要找这女人回家 问了半天 大伙谁都没见过 这个男的呢 就急匆匆的走了 也没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 这也不正常啊 对吧 一般情况之下 你真是找亲人 哎呦是吗 我这太着急了 你们给我留意着点吧 要是看见了 留个我的电话 给我打电话 必有重信 对吧 这是正常的呀 专案组的民警啊 就想着 如果能找到这个男的 那么就能立刻知道死者的身份 后来呢 警方又及时的 和在案发地附近的几个辖区派出所联系 看他们有没有接到类似的报警求助电话 结果都说呀 没有 如果说啊 亲人失踪 这个男的为什么不报警求助呢 你既然这么着急 想找你的亲人 为什么不留下联系方式呢 这个男人的行为 太让人怀疑了 有可能 这个神秘男子就是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很可能他找到了这个女人之后 杀人灭口 然后抛尸在这 不管怎么说 这个男的和这起案子密切相关 据村民说呀 这个人呢 身高一米七左右 说话口音就是博州当地口音 背着一个胯包 但是具体长什么模样 因为大伙呢 也就见着了那么一面 谁都记不清楚了 按照这个人行走的路线 附近的一些卡口啊 路口啊 包括一些老百姓家里啊 不都装了监控了吗 警方呢 就进行了大量的调取 这个神秘男子作为知情人 或者说作为可能的犯罪嫌疑人 他对案件侦破的重要性就不用多说了 只要找到他后面的问题 那都迎刃而解 可是经过一番调查 这个人呢 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边查着这个神秘男子的身份去向 另一边呢 你还得对死者的尸体啊 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死者的身上几乎没有抵抗伤 这说明他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之下遇害的 嫌疑人就应该是死者的一个熟人 不仅如此 因为啊 通过检验尸体 发现死者是被人勒死的 嫌疑人用的是绳子之类的凶器 一般的命案不是这样 一般命案说伤害一个人啊 最常用的作案工具就是刀啊 棍子呀 哎 这种一击致命的 嫌疑人既然是用的绳子之类的物品作为凶器 说明他不是早有预谋的 很可能是就地取材临时起义的 有可能受到了某些事情某些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俩人吵架了 生气了 他当时顺手就找着这绳子就把人给勒死了 结合这两点吧 民警就判断 嫌疑人和死者肯定认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找到师员排查他的社会关系 就显得极其重要了 在现场啊 民警注意到这尸体就在路边的草丛里 嫌疑人没有进行任何的掩饰 咱们说了 这河坝上呢 他有条路 来来往往的人呢 确实也不少 有过路的呀 有在这走路散步的呀 特别容易发现 你把尸体 你就直接扔草丛里一眼就看见了呀 抛尸的目的是什么呀 你不就是为了掩盖罪行吗 可是嫌疑人为什么处理尸体处理的这么草率 他把这个尸体哐汤就扔这了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他不怕尸体被附近的老百姓认出来 这个死者年龄40岁左右 躺着头染着头发 穿着紧身的绿色的长裤 打扮的呢 很时髦 在左眼下边啊 还有假的眼睫毛 周边呢 都是村子 当地村子里面的普通老百姓啊 一般谁也不这么打扮 他这打扮呢 显得很浮夸 所以显然不是附近的村民 再加上周边 大伙也都不认识他 那么 这个女的到底是谁 警方怎么样 才能查识他的身份 身上没有别的随身物品 但他身上穿着衣服呢呀 从他这衣服来进行分析吧 那从死者的衣物穿着上 警方能不能找出重要的线索 能不能顺利打开突破口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死者身上是没有什么能证明身份的物品 尽管说没有其他的 但他穿着衣服呢呀 那就从衣服入手吧 看看从这衣服着手进行调查 能不能分析出点什么来 穿的那紧身绿裤子呀 一看上去啊 应该就挺便宜的 也就是几十块钱一条 别的衣服呢 也不是说那种什么品牌的服装啊 应该都比较便宜 警方呢也拿着死者眼上那假睫毛啊 去走访了相关的商贩 走访了相关的这个市场 问问这玩意值多少钱 说这个呀 这是最便宜的那种 也就是十来块钱一对 这就说明什么 受害人生活层次不高 收入呢应该比较低 各位 现在关键信息出来这么两点了啊 第一个收入不高 第二个打扮时髦 但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人 住什么地方 这一切在当时来说还是一个谜 警方一方面接着查找师员 一方面呢 打算通过现场勘察 寻找有关嫌疑人的线索 但是对于抛尸案件来说呀 嫌疑人呢 一般在现场逗留的时间很短 一留下来的痕迹就会很少 这给案件侦破带来极大的困难 不过他既然来过 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 在尸体旁边的路上 民警还是有了一些发现 发现呢 这地上呢 有那个三轮车走过去的痕迹 要么是人力三轮车靠灯的 要么是电动三轮车 民警就认为 这很可能就是抛尸啊 转移尸体的工具 您各位听到这儿 可能有疑问了 附近老百姓 骑三轮车的应该不少吧 确实不少 这条河地路虽然挺偏僻 但是是附近村民进城的捷径 来来往往的啊 这三轮车确实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之一 那么怎么判断出来 这个三轮车的车印就是转移尸体的工具呢 因为啊 咱们之前提到了一个细节 在发现尸体的前一天晚上 泊州下了雨了 如果不下雨的话 还不能够确定 这个轮胎印 是在这个地面潮湿泥泞的时候留下来的 这说明当时应该正在下雨 或者刚刚下完雨 而这个车轮的痕迹啊 有的地方有些模糊不清 那么这很有可能是雨水冲刷的结果 所以呢 据此来判断 当时这辆三轮车从这走的时候 确实是正在下雨 而不是雨后 随后民警又向博州市气象局了解了相关的情况 抛尸现场所在的乔东镇 是从前一天晚上十一点之后才开始下雨的 也就是说 这辆三轮车一定是晚上十一点之后才骑过来的 有谁会在深经半夜下着大雨骑着三轮车来这儿呢 这条路啊 它不是附近老百姓出行的必经之路 你要是赶上天好 享清博日对吧 那么走这条路呢 稍微近点 但是呢 这儿又下着大雨 路上都是泥 这儿又没有路灯 黑不隆东 通常情况之下 在这种时候 大家呢 就会走另外一条带路灯的路 那条路呢 就百油马路 也没有泥 更好走 所以综合这些情况来分析 警方就认为那辆三轮车很可能就是嫌疑人的抛尸工具 在乔城分局的指挥中心 民警啊 调阅了大量的路面监控资料 但是现场呢 是处于城乡结合部 摄像头覆盖范围啊 没有那么广 监控的盲区呢 很多 他们呀 找来找去 也没有任何发现 一般的抛尸案件呢 有好多呢 都是抛的越远越好 对吧 越远 这嫌疑人 他这越放心 但是考虑到嫌疑人的抛尸工具 毕竟是一辆三轮车 暴露的风险很大 再加上当时呢 又下着雨 所以民警分析啊 他骑行的距离不会太远 案发第一现场 应该就在附近的某个村子里 随后法医经过尸体解剖 又有了一些发现 首先 这个死者没有穿内衣 并且在之前有过性行为 什么样的女人不穿内裤 不带胸罩呢 再加上她的打扮比较浮夸 也就是说生活作风 可能还是比较豪放的 还有呢 就是经济收入并不高 所以警方认定死者的职业可能比较特殊 在检查之中啊 民警还有一个意外发现 他们在死者的裤子里找到了一张手机卡 当时为什么翻找死者衣物的时候没找着呢 因为这手机卡不在裤兜里 而是跟衣服的那布料啊 缠在了一块 除了这张手机卡之外 死者身上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警方推测 嫌疑人应该是在抛尸之前拿走了这个女人所有的个人物品 由于这张手机卡 体积太小 并且呢 掉落在了裤子的夹层里 以至于当时没发现 因此警方认定这张卡极有可能就是死者的 那么这张手机卡能不能揭开死者的身份之谜呢 又会给警方带来什么新的线索呢 警方对这张手机卡进行调查之后 发现这张手机卡呢 已经停机了 同时更让民警头疼的 根本就没有登记机主的信息 这就是之前呢 在博州地区比较流行的一种价钱卡 就是50块钱就可以买到 买完之后打完了 你可以接着充值 你也可以不充值 打完随手就扔了 这张卡里呢 既没有短信通信记录 也没有存任何的联系人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条通话记录 通话记录里面的很多手机号 一一调查吧 也都是停机不用的 最后查来查去啊 发现有一个手机号 是乔城区卫港镇和庄的 那么这个机主呢 姓和 这是实名登记的一个卡号 通过调查 这个何某50多岁 已经和妻子离婚很多年了 儿子儿媳妇啊 在外地打工 只有他一个人带着小孙女 在家里边生活 平时这何某呢 在城里就是靠登三轮车赚钱为生 这就对上了 据当地人讲啊 说这个何某呢 热长头发 什么意思呢 这是当地的一个形容词 就是说这老何呀 喜欢女人 村子里的人呢 也都跟他叫老光棍 那么这老何和和死者 是什么关系 这老何又能不能给警方提供更多的线索和信息 询问老何的时候啊 民警呢 对老何的手机进行了检查 但发现这部手机上只有最近两天的通话记录之前的没有 这老何明明在不久之前拨打过死者的电话 他为什么要把通话记录都删除了呢 不仅如此 作为死者频繁联系的一个联系人 这老何在手机电话本里根本就没保存死者的号码 更奇怪的是 当民警向他询问本机电话号码时 他竟然回答不上来 民警随后呢 就又检查了老何的手机相册 这时候一张女人的自拍照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照片上的女人就是死者 手机里有死者的照片 还有死者女儿的照片 难道这部手机不是老何的 而是死者的吗 据何某说呀 这照片上的女人呢 叫傻影 他们呢 长期保持着暧昧的关系 俩人认识了四五年了吧 但他一直不知道这个女人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案发前一天 他跟死者见了面 说俩人呢 在一个出租屋里发生了性关系 法医之前在尸体解剖的时候已经确定 死者遇害前有过性行为 那么在老何这又得到了证实 现在死者的手机又在老何的手上 这就让民警对他产生了高度怀疑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信息吧 老何是离异的 并且有三轮车身体呢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强壮的 在问询过程中啊 老何承认说那部手机的确是傻影的 但是呢 他说这是因为他们之前交换了手机 我手机给他了 他手机给我了 老何说呀 案发前一天下午 他呢 来到了傻影经常打牌的地方找他 俩人见面之后就一起去了一个出租房 改的小旅馆去开房去了 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向傻影展示了自己新买的一部触屏手机 傻影看到这手机之后啊 觉得挺好 就想着跟老何换 何某说呀 为了讨好傻影 以前呢 他就把新买的手机给过傻影 这一回也没拒绝 但是换卡的时候 由于自己的新手机是那种运营商定制的版本 跟傻影的手机卡呢 不匹配 于是他把自己的手机卡也一起给了傻影 差不多下午四点吧 这老何呢 把傻影送回了之前打牌的地方 最后自己就离开了 老何说 他当天分开之后 直接就去办了一张新电话卡 因为毕竟手机卡都给傻影了呀 老何说买完手机卡呀 就直接回家了 之后一直在家里边看电视 整个晚上也都没出去过 那么老何说的是真是假呢 他那天晚上果真没出去吗 作案凶手会不会是老何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着了 这老何呀 他跟警方说了 我呢买了个新手机 这个傻影啊 看我这手机挺好就要跟我换 我呢 为了哄他高兴也就跟他换了 但是啊 因为那手机呢 是运营商定制的 所以他那卡用不了 我把我卡也给他了 随后啊 我就拿着傻影的手机 我又去买了一张新的手机卡 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我就在家看电视 整晚上我都没出去 这按照老何的解释 他们俩是换手机 为什么换 老何说之前也换过 就是看上了他的手机 嗯 乍一听 好像有道理 但是他说的这些东西啊 警方在当时是不太相信的 警方随后找到了当天和傻影 一起打牌的人进行调查 这些牌友们就说 当天呢 傻影确实让一个男的接走了 骑着个三轮车 又送回来了 但是这一去一回之间 傻影的手机究竟有没有变化 大伙谁都没注意 对于此时专案组来说 还有这么几个疑问没解开 傻影的手机 是不是真和老何的手机换了 老何回家之后 是不是真的没有出去过 从傻影的朋友那 民警了解到 最近跟傻影来往密切的男的 不止老何一个 并且年龄基本都是在五六十岁上下 民警就分析 这老何会不会是听见什么 或者是看见什么了 让他对自己这个多年的情人产生了不满呢 最关键的是谁都没法证明 当天晚上老何究竟有没有出去过 侦察员呢 在老何家呀 进行了检查 在他家的一个偏房里边有一张床 床上发现了一件女士的上衣 是那种成年女士穿的上衣 照理说老何的儿媳妇 常年在外地打工 也没在家里留下什么衣物 那么这件外套到底是谁的 老何又会怎么解释呢 当时发现死者的时候 尸体下身 咱们说过是紧身的绿色裤子 上身呢 是一个深灰色 接近于黑色的 类似于秋衣的那么一件衣服 没有外套 死者的衣服 对于晚北地区春天的气温来说 显然太单薄了 再者说了 你要是单穿一件衣服出来 你一般会穿T恤衫啊 对吧 或者穿个衬衫啊 很少有直接 女同志穿着秋衣就出来的 那么老何家里这件外套 是不是傻影的呢 民警啊 对何某的家 包括何某的三轮车 都进行了全面检查 但是除了那件女士上衣之外 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情况 老何家明显不是命案的第一现场 在案情分析会上 有民警又提出来一个疑问 说老何家呀 在卫城镇 他和抛尸现场所在的桥东镇 中间的距离将近30公里 如果作案凶手真的是老何 那么他登着三轮车抛尸一来一回 得需要很长时间 太容易暴露 太冒险了 那有没有可能 这老何在桥东镇有什么亲戚朋友啊 所以他对桥东很熟悉啊 查来查去 发现老何在桥东镇也没有亲戚朋友 他对桥东镇的环境并不熟悉 如果他不熟悉那的话 他不应该会选择那作为抛尸地点 之前民警一度怀疑 老何可能就是那个到村子里边找人的神秘男子 但是经过调查 这个推测也不成立 为什么呢 老何说了 我呀 有个三轮 我想找他的时候呢 我就到大洋桥底下 大洋桥下边呢 有一个老年人 打个小牌啊 小麻将的地方 这老何和沙影 有着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见面地点 所以他不用去村子里边找人 并且老何的身高 体态和村民描述的那个神秘男子 并不符合 难道这起案件的凶手另有其人吗 和沙影有关的联系人 还会有谁呢 经过细致查找 民警啊 终于通过大数据啊 在数据库里 获取了沙影的真实身份 沙影啊 本人姓郝 这郝某呢 当年是45岁 就是博州本地人 民警知道了郝某的身份之后 立刻赶到了郝某家 到了郝某家 就见到了他的丈夫沈某 这沈某说呀 嗨 我老婆呀 经常跑出去 一跑呢 也不是说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 一跑经常是三年两年不回来 把孩子就扔在家里边 什么也不管 沈某还说了 他以前在家的时候 就整天无所事事 交各种狐朋狗友 这几年呢 干脆离家出走 联系不上了 三年之前吧 我一气之下 你不不回来了吗 得了 你也别回来了 我就到派出所报案去了 我说妻子失踪了 民警呢 当时就跟她丈夫沈某说 前几天 你有没有去乔东镇 找过你的家属啊 你去那问过吗 这沈某说呢 没去过 警方你也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啊 于是啊 还拿着沈某的照片资料 去问当地的那几个村子的村民 村民们也说不是这人 哎呦 这满村子找人的神秘男子 既不是沈某 也不是老何 除了他们 还能有谁呢 问问沈某吧 他的爱人 有没有什么社会关系 跟哪些人来往比较密切呀 但是沈某说了 因为这么些年 也没联系 他到底交了哪些朋友 跟什么人来往 我完全不知道 事已至此 老何的线索断了 说家人这边吧 沈某这边吧 哎 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 但是 警方始终坚信 犯罪嫌疑人就在附近 警方围绕着老何又开展了很多大量的工作 同时在现场 还有几组民警也一直连续不断的开展走访摸牌工作 在村子里走访的时候啊 民警得到了一条线索 说我们村啊 有一个姓董的 他呢 经常带一些陌生女人回来 那么说的这个董某 当年是52岁 跟老何情况差不多 早年离婚了 独自一个人生活 据村民说呀 案发前一天傍晚 呃 我看见老董骑着摩托车 带着一个穿绿裤子的女人回家 警方拿着死者的照片 给邻居进行辨认 邻居一看 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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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的就这条裤子 就 就是他 得到这线索之后 警方决定立刻接触董某 民警呢 拨打了董某的电话 可是一直没人接听 其实啊 民警已经在董某家外边了 电话没人接 但能够听见这手机铃声一直在屋子里边响个不停 警方呢 通过窗户往里边看 就发现这董某啊 就在床边坐着 一个劲的低着头在那抽烟隔着窗户 民警就问他 你是不是老董啊 哎 这老董呢 他也不跟你说话 后来啊 警方在村干部的配合之下 采取了紧急破门的措施 说白了就把门给撞开啊 把这个董某就控制住了 在董某家民警进行搜索的时候找到了属于傻影的两部手机 并且在三轮车上发现了一枚假的眼睫毛 各位您还记得吗 当时警方在尸体身上啊 在他眼下边有一枚假的眼睫毛 另一枚可没有 哎 在这三轮车上呢 现在是铁证如山 在证据面前 董某对自己杀害傻影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会 据这老董说呀 他呢 是在两年前认识了被害人郝某 大家跟这郝某啊 都叫傻影 俩人呢 只是偶尔约会 就发泄一下自己的生理欲望啊 并不会经常联系 交往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董某呢 也知道了傻影的真实身份 只是彼此啊 心照不宣 这你也有需求啊 我也有需求 继续就保持着这种关系 这一天呢 董某又把这郝某带回家约会来了 而郝某呢 还是按照惯例开口要钱 往常啊 要点零花钱也就算了 这回一要 要二十万 当时在屋子里边 傻影就跟老董说了 我闺女马上要上学了 得用钱花 你们家拆迁了 我知道你很有钱 你给我拿二十万 这老董呢 就说 我哪有这么多钱呢 我没钱 可是傻影啊 始终不依不饶 俩人随后就撑吵起来 在这个过程之中 傻影呢 就抢过来老董的手机 还说了 我得找人揍你一顿 我朋友多 哎呦 这一下子彻底激怒了董某 董某说他一慌神 随手拿起了摩托车上的一根绳子 就勒死了傻影 天黑之后 骑着自己的三轮车 把尸体拉到了河堤上 由于当时下起了雨 再加上心里紧张 也没多想 把尸体啊 推到草丛里边 这也就算了事了 老董说案发之后的几天 他那一直非常的恐惧 也很悔恨 甚至还想到自杀 但是一是下不了决心 二是还没来得及 就让警方抓获了 最终啊 老董也因为故意杀人罪 伴随有抛尸行为 情节恶劣 受到了法律严厉的惩处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南昌七二八灭门案 2011年七月二十八号 上午八点来中 这天哪 南昌啊 闷热的都不行了 恨不得呀 都不想出屋 喘口气都费劲 家住南昌市 某小区 必坐三零二的万小华 这天一早上 那也顾不上热 得出去上班去 他呢 开着车就走了 临走之前 看了看 还在睡着的妻子 和两个女儿 轻手轻脚的 关上门 他们家呢 雇了一保姆 保姆叫丁凤花 万小华跟丁凤花 打了声招呼 就走了 可他哪想到啊 自己刚走不久 一场杀戮 可就开始了 万小华的妻子 叫刘文露 这天上午八点半左右 41岁的保姆丁凤花 右手拎着一壶 刚烧开的开水 打开主卧的房门 走进来就问这刘文露 水开了 你房间的热水瓶在哪啊 30岁的刘文露 带着八岁的大女儿万盈 正在睡觉呢 迷迷登登的 突然就感觉保姆 站在床前边 那热水壶 还散着热气呢呀 呼叉叉的 就在自己头顶上 刘文露吓得呀 把丁凤花一推 哎 你怎么这样啊 烫到人怎么办呢 也是啊 孩子还躺着呢呀 丁凤花呀 当时没站稳 往后退了两步 湖里边的开水呀 就溅出来了 烫到了丁凤花的右胳膊和左脚 丁凤花呢 平时寡言少语性格比较内向 当时脸色可就变了 直愣愣的就盯着刘文露 刘文露呢 又说了丁凤花两句 你疯了 把开水壶提到我们床头这 我是疯了 都是被你逼疯的 今天我跟你拼了 丁凤花突然就发作起来了 大喊着把手里的开水壶朝着刘文露 唰就扔过去了 刘文露本能的抱着女儿夜闪身 躲过了开水壶 但是这壶里边是开水呀 唰就洒了一床 烫伤了刘文露 刘文露彻底惊呆了 他没想到 故来的保姆 竟然对他大打出手 刘文露蹭蹭一下 从床上翻下来 一把揪住丁凤花的衣服 走 跟我到派出所去 丁凤花 身强力壮啊 刘文露平时要不干什么活 柔柔弱弱的 丁凤花一挥手 就架开刘文露了 俩人可就打在了一起 这时候八岁的万盈 早就醒了呀 当时啊 把这孩子可吓坏了 哇哇的哭 一边哭一边用手 推这丁凤花 你别打我妈妈 别打我妈妈 丁凤花呢 把刘文露母女俩 砰愣一下就推开了 转身穿过客厅 朝着厨房可就去了 刘文露光着脚 也跟了出去 你被解雇了 今天的事 你吃不了兜着走 刘文露刚追到客厅 还在那儿说着呢 丁凤花突然从厨房 就跑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把菜刀 明晃晃的 你不让我活 大家一起死 刘文露这一下吓坏了 盈盈 快跑 转身 往自己卧室就跑过去 跟在刘文露身后的是万盈 万盈啊 吓得跑进另一间卧室 不到两岁的妹妹万兴 正在那间卧室睡着呢 刘文露跑回卧室 准备关门 见女儿没跟上来 转身呢 又要去找女儿 可这丁凤花 抄着菜刀 已经到了跟前了 刘文露来不及躲避了 菜刀 就砍在肩膀上血 当时可就流了下来 刘文露也顾不上腾了 用尽力气推开丁凤花 跑到客厅 他得找女儿啊 见女儿不知去向 不知道在哪 刘文露一边喊着救命 一边就躲着丁凤花的砍杀 但是因为流血过多 刘文露挣扎了一会儿 跑了一会儿 没力气了 摇摇晃晃的 跑到大门那儿 打算把防盗门打开 这是为自己 也是为孩子 打开生命通道 可是身受重伤的他 已经没有力气打开了 这时候丁凤花追了上去 对着刘文露的脖子 不停的就砍了下去 一刀又一刀 刘文露就那样倒在了地上 见刘文露倒下了 丁凤花也不打算放过孩子 赶到另一间卧室 当时万盈 护在妹妹万星身边 不让丁凤花伤害妹妹 可丁凤花早杀红眼了 两个孩子怎么可能抵抗得了他呢 举起刀 朝着两个孩子就砍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 两个孩子彻底的不再挣扎了 这个房子里啊 异常的安静 只剩下丁凤花喘息的声音了 直到这时候丁凤花冷静下来 才明白自己杀了三个人 他呀 捏呆呆发愣啊 愣了一会儿 走到电话机旁边 拨通了110 随后换了一件上衣 在卫生间洗去手上的血 走出了万小华的家 来到了楼下小区 幼儿园旁边的一个凉亭那儿 就在那儿安静的等待着警察的到来 这起案子当时震惊了整个南昌啊 人们都无法想象什么样的深仇大恨 竟然让保姆对雇主动了杀心 一连杀害三口 连两个孩子都不放过呀 咱们呢 要想知道为何会这样 得从丁凤花的生活经历说起 丁凤花呢 是南昌市新建县刘胡乡罗桥村人 17岁的时候 结婚了 嫁给的同乡叫柳振国 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03年 为了贴补家用 柳振国到新建县 一个房屋装修材料工厂打工 丁凤花呢 在家里边照顾儿女 俩人呢 分居两地 丁凤花的性格啊 是那种特别内向的 但是特别倔 他要认准了什么事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俩人之间感情啊 越来越疏远 柳振国呢 也越来越受不了丁凤花了 丁凤花情绪总不是特别稳定 柳振国干脆 后来连过年都不回去了 宁愿在工厂开门 也不愿意回去 看见自己的媳妇 丁凤花呀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 正是因为自己的性格 才导致夫妻关系紧张啊 导致婚姻不幸福 但是呢 这种婚姻不幸福 又让丁凤花的性格变得更加的古怪 更加的执拗 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希望俩孩子能有出息啊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可是07年 俩孩子先后初中毕业之后 谁也不愿意上学了 坚决要求出去打工去 丁凤花想拦着他们 得上学呀 但是拦不住 那怎么办呢 随他们去吧 没过多久 16岁的儿子跟人打架 把别人呢 给打伤了 被关进了看守所 丁凤花到工厂找柳正国 让柳正国掏钱 赔偿受害人 把儿子保出来 但柳正国呢 这回是一分钱不拿 反而责怪妻子 从小到大 都是你在教育他们 谁让你没把他们教育好啊 以至于丢人现眼的 丁凤花一听 气不打一处来呀 在工厂里边 跟柳正国就闹起来了 老板呢 听说之后就赶了过来 劝这丁凤花呗 丁凤花劝不动 谁劝他骂谁 于是气愤之下 把两口子就赶出厂区了 柳正国更生气了呀 对丁凤花呀 不理不睬 在这之后 丁凤花呢 又频频的到工厂 找柳正国要钱 在厂里边吵吵闹闹 人这老板终于是忍无可忍了 让保安把丁凤花赶了出去 并且嘱咐保安以后 不许他再进来 在撕扯过程之中 丁凤花被打伤了 丁凤花就又恨起了工厂老板 老板呢 姓看 叫看小和 他觉得呀 都是看小和挑作的 柳正国才不愿意回家 柳正国才不愿意见 我不愿意跟我好好过日子 你看 他还是不想自己的原因 百般无奈之下 还是得想发保儿子呀 东介西凑 凑了这么一万八千块钱 把儿子就保出来了 从这儿起 丁凤花更沉默寡言了 就感觉生活不如意 孩子不争气 老公呢 对自己还不好 就一个人守着这么一个空荡荡的家 有什么意思 他呀 为了保识儿子 借了一万八 那得还呢 这年年底呢 他就来到南昌的一家家政公司 做起了保姆 丁凤花 要说别的优点呢 确实不多 但有一个优点 做事麻利 不过呀 对于做保姆来说 性格很重要 丁凤花 性格很古怪 又特别内向 所以 甭管在哪个雇主家 都干不长 人家呀 都受不了他的个性 最长的 干三个月 人家肯定解雇 最短的 只干了两天 人家就受不了了 那这丁凤花 后来在万小华家 跟万小华刘文露 又有着怎样的纠纷纠葛呢 2011年7月份 南昌金一家政服务公司 找到了丁凤花 丁凤花 刚从上一个雇主家辞职 给他介绍新的活 雇主就是万小华和刘文露 这夫妻俩呢 是广东某品牌门的江西总代理 在建材市场啊 有一间两百多平方的门面 业务量很大 夫妻俩每天早出晚归的 没法照顾俩女儿 原来请的保姆呢 挺好 跟一家人关系处得也特别好 但是啊 人家要回老家结婚去了 你这事不能拦着呀 夫妻俩只能 又找家政公司 再找一个保姆 11年7月14号 丁凤花和刘文露见了面了 看丁凤花 挺老实可靠的 不言不语的 刘文露呢 就挺有好感 就问他 你过去做过保姆吗 有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呢 我家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 丁凤花没说话呢 家政公司的女老板说了 嘿 凤花呀 是我们这经验最丰富 干事最利落 最诚实可靠的 当了三年保姆了 每一家雇主对他都特别满意 其实老板也知道 哪一家雇主都不喜欢丁凤花 最后啊 都是不欢而散 但是 毕竟能干活 愿意干活 要钱要的还不多的 保姆不好找 那有活 就使劲往外推呗 刘文璐挺满意 点了点头 见丁凤花还是不说话 就又问他的家庭情况 大姐 你孩子在哪读书啊 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啊 刘文璐这一问 丁凤花就感觉不舒服了 他就感觉啊 他是怕我家里穷 他怕我偷他家的东西 你看 我的两个孩子 都已经自食其力了 你放心 刘文璐呢 当时也没注意丁凤花语气的生硬 反正最终就谈妥了 一个月1700多年工资 保持包住 刘文璐和丁凤花 分别支付家政公司 150块钱中介费 签订了用工合同 7月16号早上 丁凤花来到刘文璐家里 一进门 丁凤花彻底震住了 哎呦这家里边装修真豪华 三室两厅两卫 大户刑 在门厅换好拖鞋 刘文璐带着他房间里转了一圈 交代了一下他要做的具体的事情 刘文璐走了 丁凤花就忙活起来了 晚上七点多 两口子回到家 这时候丁凤花呀 也做好晚饭了 家里呢 收拾的一尘不染的 俩孩子呢 也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刘文璐开心的 夫妻俩都觉得 这找着好保姆了 吃完晚饭 丁凤花就开始洗碗刷锅忙活 夫妻俩呢 一边逗孩子 一边呢 在那聊天聊生意啊聊感情啊 哎呦 正因为这夫妻俩感情好 恩恩爱爱的 一家四口啊 甜甜蜜蜜的丁凤花 心里可就难受了 他恨了 凭什么 你们夫妻感情就这么好 凭什么 你的孩子不恨你呢 凭什么你的孩子不讨厌你呢 凭什么我的孩子就讨厌我呢 自己虽然有老公有孩子 但是老公讨厌自己 孩子讨厌自己 之前那么多雇主 一个个所有认识自己的人 全都讨厌自己 想到这些呀 他眼圈一红 差一点就流下眼泪了 刘文璐看丁凤花收拾完了 还热情的叫他呢 大姐 忙了一天了 过来看会儿电视吧 丁凤花呢 侧着身子 坐在沙发上 他坐这儿啊 更感觉别扭了 因为这一家四口人家太幸福了 这不是在故意的刺激我吗 啊 你们不也应该吵架吗 不也应该打打闹闹的吗 怎么 怎么 跟我不一样呢 刘文璐啊 这时候走进卧室 拿过来一套洗漱用品 递给丁凤花 里边什么都有 牙膏牙刷 毛巾 洗发露的 丁凤花这时候说 这些东西 我带了 嗨 大姐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不用客气 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 过两天呢 我再给你买两套家居服 刘文璐 其实是热情 想着让丁凤花找到家的感觉 但是丁凤花 当时想的是 他肯定是嫌我脏 这才给我买衣服 给我买这些东西 丁凤花 赶紧走进卫生间 看看镜子里自己这张脸 皱皱巴巴的 跟这个年轻幸福的家庭 格格不入 他呀 再看看刘文璐 年轻漂亮 他这是在故意羞辱我 所以刘文璐的热情 反而招来了丁凤花的怨恨 这种怨恨一有了 就再也挥之不去了 一转眼 丁凤花来到万家五天了 七月二十号上午 刘文璐跟平时一样 辅导大女儿万盈 做作业 丁凤花呢 带着万星 在客厅里边玩 万盈啊 活泼好动的这么个性格 做作业呢 老是心不在焉的 刘文璐就训他 盈盈 不许再东张西望了 你要是不好好学习 将来干什么去啊 给人打工去吗 种田去吗 能不能有点出息 这话呀 对孩子倒没起到什么作用 但这话 在丁凤花听来 这是羞辱我呀 这哪是教育孩子呀 这是纸丧骂怀骂我呢呀 确实 刘文璐说的这话 尤其是当着丁凤花的面说这话 不合适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呢 丁凤花听着 脸上清一阵白一阵的 啊 我辛辛苦苦伺候你们家 我累得腰酸背疼的 我还让你嫌弃取笑 他呀 这时候感到无比的愤怒 想着跟刘文璐好好的理论一番 但再一想 之前呢 就因为自己性格脾气不是那么好 人家雇主啊 你就不喜欢用自己 这回啊 还是老老实实的吧 要不交给家政服务公司的一百五的中介费 就打水漂了 这回刘文璐辅导完了万营做作业 跟丁凤花说 大姐 你跟我一起去保健站吧 然后我直接去公司 你带星星回来 安顿好了大女儿万营 刘文璐带着丁凤花 跟小女儿万兴出门打车 到了妇幼保健站 给万兴呢 打完疫苗又打车回来 刘文璐就到了江西省装潢建材市场 一边下车 一边嘱咐出租车司机 把丁凤花和小女儿送到哪个哪个小区 司机到车的时候 丁凤花抱着万兴 看着刘文璐的背影 心里忍着的那口怨气还没消散呢 而就在这时候 丁凤花愣住了 他看见谁了 看见了他老公所在的那个工厂的老板 看小和了 而且看小和 举着手 跟刘文璐打了个招呼 哦 他们认识 说不定还是亲戚 难怪刘文璐这样对待我 原来是看小和搞的鬼 其实啊 看小和跟刘文璐根本不认识 巧合的是呢 那天看小和给建材市场一个客户送瓷砖 搬运过程之中 不小心碰了一下刘文璐 这才举了一下手 这算是道歉 对吧 我们也经常这样嘛 说走着走着路 不小心碰了人家一下一抬手啊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哎 这事就过去了 但是在丁凤花眼里不是 他们俩认识 他们俩这是合伙搞我 回到刘小璐家里边 丁凤花可就再也踏实不下去了 脑子里面不停的就重复着 看小和跟刘文璐打招呼的那一幕 就这么着 到了第二天晚上 丁凤花这心里还不舒服呢 这时候啊 突然有一个念头 刘文璐肯定在吃的剩菜里面下了毒 这家的大人小孩都不吃剩菜 我总是觉得道调可惜 每天吃饭的时候我都挑剩菜吃 对 他一定下了毒了 他要毒死我 我被人害了 刘文璐是要害死我呀 他是在看小和的挑唆之下 要毒死我呀 这叫被迫害妄想症 丁凤花就总感觉全世界都想害死他 丁凤花呀 彻底崩溃了 我走了那么多雇主家 他们都害我 他们都不喜欢我 都想害死我 大家都不让我活了 那就同归于尽吧 他的心里啊 全部都被仇恨装满了 7月28号 这是丁凤花到刘文璐家当保姆的第12天 跟平时一样 早上起来做饭洗衣服 正忙活着呢 刘文璐早上起来上卫生间 交代丁凤花烧点开水 丁凤花呢 把水就烧上了 晾完衣服 水也烧开了 就提着热水壶 走进刘文璐卧室 这才有了咱们之前说的那一幕 事情发生之后 2012年1月份 犯罪嫌疑人丁凤花 被检察机关 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丁凤花的辩护律师 向法院提出了 对丁凤花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申请 惨案发生之后 万小华是悲痛欲绝呀 好好的一个家呀 妻子女儿 就都没了 她呢 找到了家政公司 想问问 为什么你说 这个保姆忠实可靠 为什么要把这么一个偏执的恶魔 描述成心地善良的好人 可是 案发之后 家政公司也得着信了 早就人去楼空了 直到这时候 万小华才知道 其实这家公司啊 根本就没有合法资质 至今还没把注册手续办下来 根本不具备从事家政服务的资格 而丁凤花也不像家政公司老板介绍的那样优秀 这已经不是丁凤花第一次伤害雇主了 之前丁凤花因为纠纷用铁锤把人打成轻伤 受到过公安机关的严厉处罚了 事到如今 丁凤花 即使受到再严厉的惩处 对于万小华来说 那又如何呢 家人回不来了 孩子回不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与明镜与点栏目